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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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甚麼呢 你 被困 你真傻 傻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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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傻又你 地的价钱和耐煮 所以买地至起屋的一只共 就用了160万泰珠 其实这个价钱相对地 就已经有几万钱了 因为考考一下这个地 本身就 玩完了? 啊? 你真是 又来过 又来过 每一拉都要200万泰珠 所以有几十次 在一间屋隔离土地位置 因为... 很好玩啊 所以 我和太太 玩捕捏捏啊? 那地方面色 就有大约 450平方米 买地 就可以供 但起屋就一下个 所以 将来有钱 找到一些钱 想做投资 在泰国做投资 我都会选择呢 是买地的 那 因为买地 起码不会蝕钱 但是 地呢 都会... 人们会说 没有了 最后 我考虑 已经生活了 差不多 一年的时间 其实 都已经是习惯了 反而 叫我 回到市区 一遇到车多人多的时候 真的觉得 很耐烦 但是 在外省生活 始终 有很多好处 又或者坏处 和在曼谷生活 有很大的分别 我之后 都会详细讲解 在外省生活 有些好处 又或者坏处 所以 大家记得 现在帮助和大家一起 不知道大家吃过 泰国很出名的 泰式鲸蛋饭吗? 今集 再带大家看一下 搬出来海山 才有过的 自吸 自足 和坑处的生活 究竟是怎么样 上一次 就带大家去钓大鱼了 今集 就带大家去 捉鸡蛋 好 跟着我来 有些 怎么可以 有些 数字 拿来 鸡蛋饭 比较 弱了 但是 咋 对 昨天 我 谢谢观看